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针对这个大盘 它现在的位置 针对整体的经济环境 它的一个状况 我告诉各位 晚点会为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我知道 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开始想要买股票 都开始想要追股票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空头市场还没有结束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股票 请你再等一等 请你再缓一缓 总有一天 晚点会做多 晚点会带大家进场去大买 那么 晚点在昨天带会员当充了什么样的股票 你们必须要知道 现在这个市场利多特别多 尤其是个股的利多 对不对 而透过这些利多下去买股票 真的能够赚钱吗 晚点如何四两拨千金 把这些消息 把这些利多当做是什么 我们当中的一个素材 请你们看清楚 在昨天报纸他报导 你说明基财的偏光片的产能 大陆的客户要全包 而且这是一个大利多 我先请问各位 你在昨天开盘之后去买明基财 开盘之后去买陈美财 到今天能不能够赚钱 不是没有利多 有利多 对不对 而且这个利多看起来还相当的大 因为这个利多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偏光片的供应吃景 然后有大陆的客户登门找上明基财 希望可以签订供货的合约 然后要包下产能来确保供货 对不对 所以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跟各位说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要去买股票 都会想要去追股票 因为明基财的偏光片的产能 中国大陆的客户他说要全包 对不对 可是这么大的利多 王良昨天做什么 王良昨天告诉各位 我带会员当充明基财 而且我是先卖后买的当充 对不对 王良昨天带会员当充明基财 这就是一个元校的特大红包 为什么 因为3月1号才开始起算 不是吗 如果你前一天把电话拨通 在昨天开盘去放空明基财 盘中删下去的时候 把空单补起来 能不能够赚钱 我没有花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拖到12点 没有拖到1点 就已经让会员获利了结了 对不对 又有操作的计划 有操作的纪律 而且我会去遵守 那么当你们看到昨天的明基财 留了这么长的上影线 你去想一想 在昨天有没有钱可以赚 不要跟我说你们每一个人操作一档股票 都想要去抱他半年 都想要去抱他一年 对不对 如果在一天当中就能够完成操作 就能够完成交易的话 我请问各位你要不要做 我娘昨天带会员当充明基财 今天呢 今天开盘之后 我第一档当充的股票叫做金财 可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我开盘去放空的金财之后 当金财的股票拉上来 我娘马上把空单给补掉 其实也许很多人会想 做当充 难道不是每一档都能赚吗 难道不是每一档都会很顺利吗 我跟各位说 不可能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遇到了状况 你遇到了不顺利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处理 你有没有那个决心 你有没有那个速度 你有没有办法赶快的呢 把这一个部位呢 给平仓 我娘要告诉各位 我有 所以我能够带会员去做 从我开始带会员做当充的 第一天一直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档做当充的股票呢 是流仓的 对不对 每天呢 都是今日是今日币 那么今天的开盘 我娘当充精彩 虽然不顺利 我跟各位说 我会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操作 我所做的 跟我在节目中所讲的 是一模一样 可是接下来 你们要知道 我娘当充完精彩之后 再来呢 去当充的哪一支股票 有没有价差 有没有立刻杀下去 花了多长的时间 你们想知道吗 我娘当充完精彩之后 接下来第二档股票 带会员去当充的 我让会员呢 去放空哪一支 去放空台表科 放空在五十一块钱 然后台表科呢 杀到了四十九块八 杀到了四十九块八 而且杀下来呢 我就把台表科的空单 给补掉了 所以我今天台表科的一个当充呢 是赚钱的 而且我带会员在五十一块钱 去当充 带五十一块钱呢 先去卖 杀下去之后呢 把空单给补起来 今天的台表科 我跟各位说 只花了我们十二分钟 只花了我们十二分钟 我娘今天先带会员当充精彩 接着当充台表科 而且只花了十二分钟 台表科的获利呢 就落袋 所以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我在明天 同样还要再继续的 带会员做当充 而且这就是一个呢 给大家的元宵的特大的红包 为什么 因为在明天 我娘一样会有动作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来店前八名 我们一样三月一号 再开始起算 可是明天的操作 我娘会先带大家去做 就像我在今天 带会员去当充台表科一样 五十一块钱 带会员去当充 先带会员去卖 而且只花了十二分钟 我呢就通知会员 把台表科的空单呢 给补起来 只花了我十二分钟 那你们再看下去哦 来这里放大一点 今天的台表科 是不是留了相当长的上影线 今天如果开盘之后 去当充台表科 先下去卖 能不能够赚钱 其实也不只是今天 包括在昨天 包括在前天也可以 对不对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其实 我娘知道哪些股票 她正在转落 我娘能够去掌握到呢 相当多的股票 当充的一个时机 那么再来 我要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大盘 讲到这个盘 现在真的很多人想充 真的很多人想买 对不对 也许你觉得股票很强 也许你觉得股票很便宜 也许你觉得还会在涨 可是我跟各位说 请你们分辨一下 看一看现在大盘的位置 你从长线的角度 去看这个盘 我们到底在这个地方 该做什么事情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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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来 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现在这个盘 还在一万点之上 对不对 如果大盘在一万点之上 但是呢 经济是在衰退的 景气呢 是要开始萧条的 整体呢 是要向下沉沦的 我问你们 就算是在一万点 难道能够买吗 就算昨天涨 前天涨 难道应该要去追吗 也许大家看到的 都是眼前的 这个行情 看到的 都是现在被拉上去 然后大涨的股票 对不对 其实你们不晓得 有些股票呢 已经悄悄的做头 有些股票呢 已经悄悄的转弱 有些股票呢 即将要开始往下反转 那为什么 我娘认为 现在的经济是不好的 现在的景气呢 是糟糕的 其实你们要知道 德国的经济研究院 一公 台湾在六个月以后的 经济预期呢 是降到负27.7 而且哦 会是什么 会是2006年 有统计以来的最差 会是2006年 有统计以来的最差 可是或许 你今天看到股票在拉 大家不会在意 对不对 再来呢 波罗地亚指数 半个月暴跌掉四成 代表什么 全球的经济出现警讯 可是现在看起来 都还在高档 是还没有真正的大跌 不是它不会跌 因为贸易的环境 持续恶化 诺贝尔得主 克鲁曼警告 今年到明年 全球的经济 恐怕会大萧条 而且呢 他也进一步解释 世界的经济 很有可能 在今年的后期 或者明天 就发生大萧条 所以我呢 现在所准备的是什么 是随时都有可能 会发生的事情 当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绝大多数的人 一定来不及跑 一定来不及出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在台湾 已经出现了导电草 而且东区同龄呢 关掉了五间店面 民生社区 收掉了二十间 对不对 那接着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数字 你绝对不相信 明明美国最近都还在涨 明明台湾也来到了一万点 对不对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如果现在已经是在高档了 又产生这样的现象 我请问各位 后面这个盘会涨 还是会跌 哪一边的几率比较大 哪一边的空间会比较大 你们再看下去 美国经济出现了危险的讯号 现在美国呢 有超过七百万人 拖欠车贷 这个数字哦 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根据纽约的FED的分行发布的文章 那不是我下的哦 这是纽约的FED 他下的 他说什么 他说 美国拖欠车贷 90天以上的民众呢 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 这个纪录 而且超过了七百万人 甚至于呢 超过了金融危机的时期 所以呢 他们警告 考虑到当前的失业率 还有经济成长的情况 这相当的令人惊讶 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现在有了危险的信号 而现在的大盘 还处在一个高档 我认为将来这个盘 他一定会跌 下一个阶段回来 针对哪些股票 是高档玩梁看空的 针对哪些股票呢 在今天 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败向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我们广告过后再回来 其实在前天呢 我已经告诉过各位 哪些股票 这一波 已经涨到了高档 这一波 在网上的空间有限 就算呢 这两天有些个股呢 它持续的强势 我跟各位说 再涨呢 它也是做头 而且拉回呢 也不会是打底 而且很有可能呢 会再一次的往下反转 那哪些股票 是我娘所看空的 我跟各位说 包括像上尾 包括呢 神盾 这是2月12号那一天哦 包括像统新 还有呢 台表科 你们有看到 我今天又去当冲了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包括像泰鼎 还有宣德 还有呢 智义 接下来呢 包括微软 以及 双红 还有呢 V3 这些股票 王娘通通看空 也包括像瑞宇 那这个盘在今天 说真的 它拉回的幅度呢 只有一点点 对不对 简直可以说呢 是没有涨没有跌 因为今天大盘收盘的时候 只有下跌一点而已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 有些股票呢 利用这个盘在高档 利用大家 现在很想要买股票 已经开始在出了 已经开始在卖了 如果你不信 我先来证明给你看 这个行情呢 理论上是不错 对不对 照理说 筹码要很安定 结果呢 结果这个盘 今天收盘的时候 只有下跌一点 可是在今天 陈美财 大跌 而且昨天才有人说 要去包 包明基财的产能 对不对 结果陈美财 大跌 然后呢 稳帽 大跌 信华 大跌 接下来呢 包括字邦 今天呢 也大跌 包括双红 还是大跌 对不对 接着你们看到 2月12号 我告诉过各位 我所看过的股票 不是只有双红 还包括神盾 对不对 今天的神盾 杀到多少 杀到了203.5 杀到了203.5 而这些股票 我认为 他们的一个趋势 都已经开始产生了变化 尤其最近呢 利多相当多的 就是这个偏光片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陈美财 连续两天 K线收黑 再来呢 稳帽 也是一样 而且哦 这已经是到最后的 陌生段的延伸了 接着包括像信华 还有呢 字邦 这已经出现了一个 头部的形态 对不对 这已经出现了一个 头部的形态 已经盘了一个月了 然后呢 今天开始往下杀 而且跌破之前的收盘价 再来呢 双红 还有呢 神盾 这都产生了转折 对不对 那我呢 在今天有带会员 去放空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叫做宣德 那我呢 为什么会看空宣德呢 我跟各位说 因为这个市场 有很多炒作的题材 其中一个呢 叫做灌单 你知道吗 那什么样的公司 需要灌单 如果是有本职的公司 如果是本来就有订单的公司 它会需要灌单吗 所以灌单 我告诉各位 它的确是有想象的空间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往往也最投机 而且过去哦 我们常常听过的 曾经被灌单的股票 其实后来的下场呢 都非常的凄惨 那到底是哪些 我在明天呢 再带来 给大家来做一个印证 那针对这个宣德 今天就算拉上去 我跟各位说 去年顶多顶多 赚到一块钱 赚到一块钱 我问各位 那这个本益比多少 超过60倍 对不对 而且如果过去几年 公司没有办法赚钱的话 那这表示什么 它去年就算赚到一块钱 它还是没有鼓励可以配 不是吗 但是市场呢 现在还在讨论什么 讨论宣德灌单的题材 对不对 而这个灌单的题材 不是现在才讨论哦 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被拿出来讨论了 所以如果有这些灌单的题材 照理说 它早就要创新高了 对不对 除非这个货很难出 这里差不多就是去年的六月 那去年的六月 宣德呢 宣德呢 它用什么样的题材 我跟各位说 不但有题材 它还有一天还涨停满 传大股东 下半年要灌单 盘中亮灯涨停满 盘中亮灯涨停满 各位想一想 去年的六月 去年的六月哦 在这个地方的某一天 它涨停满 为什么 因为传说 大股东 下半年要灌单 所以盘中的亮灯涨停满 对不对 可是接下来下场是什么 跌得更惨啊 那这一波呢 我跟各位说 很多小型股反弹 所以跟着鸡犬升天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看哦 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报纸说 这个宣得有利讯的转单效应 然后去年的获利呢 高成长 EPS多少 0.95 0.95 如果1到11月 只有赚0.95 我问各位 股票值不值这个钱 那或许你们会想说 为什么有人很积极的 在这个地方要灌单 在这个地方要去 推出这么样多的利多 我跟各位说 今天假设你是大股东 股票已经来到这里了 你要做什么 你要花一年两年时间做什么 大家真的觉得 在这里买股票 能够赚大钱发大财吗 在这里告诉你 有人灌单 你怎么不在这里告诉我 你怎么不在这里告诉我 怎么会在这里告诉我们 有人要灌单 对不对 所以我能看空宣得 我看空所有需要被灌业绩的股票 而宣得呢 他只是刚开始而已 再来我跟各位说 我还是会积极的 代会员从事当冲的操作 我昨天代会员当冲什么 我能当冲什么 在节目中我就讲什么 对不对 我做什么我就讲什么 王梁昨天代会员当冲了明基彩 当冲明基彩 今天我们做当冲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能够去赚到这一段的价差 我跟各位说过 我现在推出的是元宿的特大红包 如果你前一天来 我跟各位说 你在昨天刚好领到这个红包 而且三月一要再起算 对不对 因为在昨天开盘呢 带会员先去卖明基彩 卖了之后股票呢 他跌下来 卖了之后股票 他跌下来 对不对 不要说我要去赚到23.3 到21.9 这么大一段 我跟各位说 我这里面 我只要能够赚到五毛 我只要能够赚到一块 其实呢 就不得了了 而且我娘是有想过的 当股票拉到这个位置 你们想一想 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震荡 昨天的明基彩 是不是留上影线做拉回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要去赚的 而这是我们必须要前一天 先设定好的 那同样 我娘所看空的股票 我也都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可是什么时候出手 是做波段是做当冲 你可能要跟着我做 才会知道 我娘在今天 带会员当冲什么 带会员当冲的是台表科 我前天带会员冲泰鼎 昨天带会员冲名基彩 今天呢 先去冲金彩 再来去当冲台表科 对不对 我娘是不是天天 很积极的在带会员做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明天还要再做 而且在今天的台表科 我告诉各位 只要花12分钟 你也不用去交割 你当冲台表科 51块去卖 49块8 杀到平盘 把它补起来 后面会怎么走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要的 就是这一段 我要的 就是当天的价差 而且我掌握到了 我掌握到了 我娘立刻让会员获利了解 把台表科的空单给补起来 这就是当冲 而且只花了我12分钟 只花了我12分钟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 带你们做当冲 我跟各位说 现在正是时候 我娘会越来越积极 前天当冲太顶 太顶是不是弱势股 昨天当冲明基财 是不是让会员赚到了 对不对 今天当冲的精彩 然后再去当冲台表科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想要做当冲 你也希望 能够有在12分钟 就获利了结的经验 除了王王娘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带给你 没有第二个人有本事 带你们这样做 钱在哪里 我们就从哪里提款 王娘今天带会员当冲台表科 只花了12分钟 就让台表科的一个空单 获利了结 当冲零负担 王娘现在推出一个 元宵的特大红包 如果你想跟着我做当冲 我跟各位说 明天我带你做的 就是元宵的特大红包 为什么 因为今天来电的钱妈名 王娘先带你们做 3月1号再开始起算 王娘先带你们当冲 3月1号再开始起算 如果你想要 请你立刻行动 只有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